被接杀人案 能显得正性凶嫌 杀人眼睛都不眨 让人寒毛直述 有金鱼先生之声的教语师黄明镇说 有极少数的人真是坏到骨子里 杀人没有悔意 需要在入见之后重新教化起 换回两只 他曾经辅导过死刑犯 陈进兴 刘焕荣 尽管已经辅法 但是带给家人却是一辈子的影响 民国93年 陈进兴的妻旧张志辉杀人 妻子张素贞沦落到酒店 两个孩子甚至被送到国外 做家的几个人 说什么话要说 什么话要说 他杀女朋友 红色衬衫戴安全帽 就是陈建兴的妻旧张志辉 民国93年10月25号 他因为感情问题 用毛巾勒壁交往三年的囚禁女友 他有故意杀他已死的念头 所以他热闭以后 在整个十几分钟 事实上他是看着他死亡的 所以在整个犯难过程以后 他背着死者到死者的车上 这个沿途在市区里面绕 犯案后第一时间张志辉背着女友尸体 大喇喇穿过社区中庭到了停车场 然后开车载尸体在街头游荡 而途中只打了一通电话 不是报警 而是找媒体 当时他是很平稳的口气 说中的 我太人了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自称 陈建兴的旗球到底要干嘛 是真是假 因为没有听过这种事 第一时间就先去 是恶作剧 还是因为陈建兴的事件 想找媒体报复 这半信半疑的情况下 当时负责采访的金汝新认为 先去了再说 我先要想再走 面对镜头张志辉态度 竟然神色自若 甚至主动地打开后车门 他就看看 他就走过来 他就是很清菜 然后后来就把门锁打开 然后门啪一拉开 因为我不敢碰车 他自己把门打开来 他说里面 所以那时候就蹲一下去看 那时候因为车子其实很暗 然后看到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人坐在后座 那时候低谷有一个味道 就是很不舒服的味道 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心里面就七上八下了 因为真的觉得有问题了 看到那个手 是好像这样子 那个手是这样摆 要不就是假人 要不就是死人 我就往上退回 我就想 啊 在八成 从我们的判断 真的真的杀人了 张志辉丝毫没有回忆 甚至亲吻女友 让在场的采访记者寒毛直述 还在现场遇到了奇冠经历 她说 我去这里不知道 对不对 这女朋友 这样对她这么好 她竟然就移情别人 我说对对对 你知道我就在讲 那个对对对的时候 好巧不然 因为我眼睛一直看着她 她跟我讲话 后面就是那个尸体 在那边 她也感觉 但是我不砍太气 但是我讲对对的时候 突然心里面揪了一下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就那个胸膜这边很不舒服 是死者不高兴吗 还没时间多想 因为张志辉嚷嚷着 要北上找当时的刑事局长 侯友宜却遭到到巨箭 但事后侯友宜说 根本没听闻这件事情 这时候张志辉认识的 另一名记者钟志鹏 也赶到现场劝说 下意识的 我就回过头来 看一下那个车子 当后面有那个大体 我就吓一跳说 怎么突然有一个 那个大体的透明的形体 从她的身体里面站起来 然后穿过那车门 穿过车门之后怎么样 他穿过车门之后 就这样穿过车门 然后这样跟我亲一个礼 我那时候其实都起疙瘩了 因为我不相信 难道那是灵魂吗 像是死者鞠躬请求帮忙 怎么也要让张志辉 为自己的行为到检局投案 接受制裁 我就转过头来 张志辉那时候我们在喝酒 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很大声 我就说 你说他小 你说你爱你女朋友 你欧白说 被这么一骂 张志辉吓了一跳 长叹一口气后 认清杀人的事实 于是投案 二审法官认令他 是利用媒体述说 自己杀人的事实判处死刑 但跟三审却从死刑 减为无期徒刑 接着再以符合减刑条例 减为二十年徒刑 却引发当时舆论 对媒体的通缉 电视台在处理 张志辉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怂动 对记者来讲 非常危险 而且造成可能 错误的一些示范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案子 送到这一个审议委员会 来进行审查跟处置 警方事后带张志辉 回到命案现场模拟 他公称 是因为牵涉先前 姐夫陈进兴的案件 在无期徒刑 跟无罪之间的落差压力 加上重返社会 处处都到排挤 才会再度走上不归路 为了变调的爱情 痛下杀手 而不止张志辉 因为陈进行受影响的 还有太太张素贞 阿静 你救救我 也救救这两个小孩子 也救救白小燕好不好 我求求你 白小燕命案之后 张素贞也曾经想好好找份工作 但生活的挫折 让他不得不低头 邻国九十三年平面媒体拍到 张素贞在苗栗的酒店上班 再度堕入奉承 没有办法 他本来是跟自己的妈妈一起做小吃店 我都去看过他们那个小吃店 可是人家都自己一点点小吃店也开不下去了 你要进来做过帮人家煮菜 跟妈妈一起去帮一个谁煮菜 后来也觉得比较辛苦 而且工作做的也只能做那些人家不想做的工作 他说为了逃生我 为了活下去了 曾经在监狱教毁成绩心的牧师黄明正说 张素贞因为锁架非人人生变调 连带也影响到孩子 张素贞也都是 等于跟着这样的人 等于是锁架非人 因为人不俗 人家是怎么说 可是渡到啊 生了孩子都这样啊 他也渡得只跟丈夫 但没办法 要找工作也能找 找到工作如果人家知道 他是谁谁谁的太难 他也没工作了 也很苦 他也算是被害了 就算苦 苦自己就够了 不希望两个儿子也受到外界的指指点点 于是接受黄明正建议 民国九十二年 张素贞决定把孩子送到美国 你知道一个是 受妈妈的心情 也希望这孩子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不要因为自己丈夫的问题 影响到了下一代 这个心情也很复杂 只是年幼的阴影还在 小孩就算到了美国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疙瘩 那种性格有时候 可能他们从那次我跟他们交到时候 看到他们画的画 有一些签笔画的 但那些黑色的 黑色里面还有一些交友所考虑 所以仍然有些阴影 母子分隔六年之后 黄明正带着张素贞到美国 探望两个孩子 当时的他们一个十四岁 一个十六岁 只是语言不通 即便母子重逢却无法沟通 母子间的感情 因为时间和距离产生了些许的疏离 然后他们说 他们在餐厅里面 既然看不到那两个女儿 阿嬷跟妈妈怎么不见了 他原来就跑到厕所进入去了 那怎么那个美国人 把我的那个孙子孩子 有照顾这么好 那两个孩子怎么 都像美国人一样 讲话就讲英文 台湾话已经不太灵贯了 母子间的感情 因为时间和距离 产生了些许的疏离 但看到小孩过得很好 张素贞已经满足了 人性终究是善恶更半 天使和魔鬼的拉扯 影响我们所作所为 学会战胜内心的恶 得让自己和亲友的人生 变成最无法的教训